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02年纵贯铁路开通后 新营应处于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上 而从原本的农业转变为糖业 纸业等工业兴起的城镇 也带动当地的商业发展 使得人口逐年成长 民国三十五年光复后从原本的两万七千人 增加至民国七十年时的六万六千人 然而糖业市围后 人口成长趋于平缓 民国九十九年 县市合并改制为区至今 人口数为七万八千人 新营便转型为注重生活品质的慢活城市 新营火车站是北台南最重要的交通据点 从火车站出发 沿着绿川北街而行 可以看到迦南大郡的枝流 从中缓缓流过 人行道两旁 种植了绿意盎然的柳树 台湾蓝树 鸡蛋花 搭配围离上的毛笔书画 更显得诗情画意 公园路二段 有浓密高耸的礼斗树林 六层楼高的树下 两峰通透 工人乘两 鸟语花香 是居民闲逝时 散步增进情感的好去处 在县市合并以前 新营曾经是台南县政府的所在地 除了交通相当发达之外 也建设了许多大型公共设施 包括可办理全国性运动比赛的综合体育场 拥有音乐厅和展览馆的文化中心 宽广的都会公园 南银绿都心 以及由蓄水皮塘改建而成的天鹅湖水上公园 都是平时休闲的好去处 在新营各处 不难发现各式各样的梅花鹿雕塑 这是为了纪念 从前这里有许多的梅花鹿 与希拉雅族人一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景象 每支梅花鹿都是由不同的艺术家彩绘而成 猜猜看这里一共有多少支呢 新营堂场曾是台湾五大制堂场之一 目前已经停止产堂且朝观光的方向经营 园区内仍保有五分车的运行 到了周末从各地而来的游客 都会搭乘往返新营和柳营间的小火车 体验过往的时光 其他已废弃的五分车铁道 经由台塘公司的同意 以及在地居民的集思广益之下 一一变为小小可爱的口袋公园 建业路上并保存了早期铁路运研用的解岩台 每年端午节 这里更举办了相当特别的路上龙舟大赛 行驶在铁轨上的龙舟 全台只有这里才能到 最后一变为小小小小的装 最后一变为小小小小的装 最后一变为小小小小的铁车 最后一变为小小小小小的厚 新營太子宮 是全台灣最大的太子宮廟 也是少數搭建新廟後 仍將舊廟保存的典範 舊太子宮廟 創建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每年的農曆九月九日 是太子爺的生日 各地朝聖的香火 絡繹不絕 是新營最盛大的廟會活動 交通台商圈 是新營最具代表性的市集 分為第一市場早市 和第二市場晚市 許多傳統商店和小吃林裡 打點了新營人的一日所需 同時也是美食愛好者們的必經之地 每個禮拜六晚上 三明路和民生路的交叉路口 以及中華路一帶 許多攤商齊聚一堂 排成兩公里長的新營夜市 在熱鬧的氣氛下 也成為許多人聯繫感情的好敘述 競賽中獲得銅牌獎 以及2014年環保署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計劃中 獲選為最高等級的補助 目前新營人不斷地朝向移居 環保健康的城市發展 新營高速公路以西市農業區 生產稻米玉米等作物 曾獲選全國十大優良稻米專業區 全國稻米品質競賽等獎項 新營區農會將它製成太子馬蜀 是太子宮出名的伴手禮 在教育方面 新營有各式各樣的教育課程 社區大學、救國團、樂靈學習中心 南營年習中心、文化中心 以及各種展覽和講座 鼓勵民眾參與各項成人教育及文創課程 南營立都心內的廣場 也是許多大型晚會的重要場地 兩年一度在秋季舉辦的 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節 以新營為主場 來自二十個國家、二十五組團體 為其九天的巡迴表演 帶給每個人聽覺與視覺的豐盛饗宴 在十一月至十二月的台南購物節中 新營區特別為此擴大舉辦 結合許多運動比賽 以及台南各地的小吃離產 成為台南購物節所舉辦的城市中 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活動 也吸引了許多觀光客慕名前來 在新年期間 一年一度的台南百花季 將南營御都心 點綴成百花期望的花園 除了慶祝新的一年到來 也提供外地遊客和歸鄉遊子 與家人同樂的地方 新營 因交通的便利性 並介於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與雲加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的中間地帶 我们期望未来这里能成为北台南的旅游服务中心 以同心园的概念将横跨东西两边的山与海及附近景点连接起来 活化大台南的观光产业 无论是在地居民或者是外地游客 都能从新营出发 选择想搭乘的交通工具和路线 享受无拘无束的自在旅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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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